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平安 我听说刚刚过来的时候 外面塞车了 来聚会总是有挑战 我们在一起这样相聚之后 我们发现有时候过后要活出来的时候 真的实际的遇到有些不方便 或者不理想叫我们失望的事 或者是一些试炼也是有的 刚刚我们莫弟兄祷告 上一回参加了我们KL的聚会之后 他的肺就是不好 在加护病房住了三个礼拜 这次他才出来不久 原来我是预备他祷告 那时候他还在加护病房 但是他一出来就说 我可以用我 所以他就愿意今天一边弃喘一边祷告 在一般的人看 哎呀 这么辛苦 但是在我们圣民来看 这是多么荣耀 我们付上代价 走一个十字架的路的时候 我们反而看见这是荣耀 这是主在一个人心中的感动 主的工作来的 我们都是器皿 我们都是愿意要跟从主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相聚 各位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一样 第二场聚会 我们一起这时候放进我们的祷告 等一下人过来的时候 就让他们坐后面 这样就好 可以 你们都上来 可以 现在 牧师才刚开始 OK 好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主题是讲到一个不讲罪的时代 当人不讲罪的时候 你就下面发现信了主之后 也不讲活出来 就一直留在一种心灵的满足 心灵的感觉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正是危险的时代 我们活在一个越来越不讲罪的时代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现在 只有在乎的是 有没有犯法 但是你们有没有问 什么是犯罪 现在我们看到堕胎 同性恋 淫乱 我昨天说买股票炒股票 各种各样 现在这些东西在圣经的眼中 哎哟 杀人的 哎哟 这是淫乱的 哎哟 这是贪心 我没有想这个东西 有些叫不要讲 讲了别人都走了 所以我的聚会能够留下来的人是很有福的 阿们 讲这个 但是呢 现在的人是这些东西不太看重 但是看重的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问 为什么你们没有戴口罩 要不得 为什么疫情来还这么多人聚会 然后因这些东西 我去的不得了 现在的人是奇怪的 他们重视的东西 外面就是在打公共交车的时候 哎呀 这样的人 为什么土壇没有公德心 然后有一些人就是开车乱开 没有公德心 现在人最厉害是什么 现在这种事情拿手机出来 拍 各位有没有发现 然后就把它放在网上 没有公德心的行为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东西可以表扬 这是也当然不对的事情 但是我要讲的东西是一个轻重观的东西 上帝看为这么严重的罪 现在的人是不讲 信徒也轻忽 但是那些大概是人一般的软弱 我们就看得很重 然后也在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会看得出 人因为惧怕的时候 他们过度的那种谨慎 过度的给人压力 因为自己的惧怕里面 也在这个方面 把这个惧怕给人 所以这个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从这个里面 我们就看到人的价值里面不一样了 我的教会 来了一个弟兄 他是以前在一个三十年的教会 那个地方全家人孩子都在那边长大 我在那个教会很资深的一个职份 后来他离开了 他来到我的教会 我看他很蒙恩的这样听到 然后有一天 他们全家人见我的时候 他们跟我讲 我从我三十年的教会离开 我吓一跳 孩子都在那边从baby这样长大 干嘛离开啊 说来话唱 但是间断来说都是疫情 什么事情 那疫情发生的时候 每个人很紧张 对国家盯得很紧 要聚会 什么 要 开始有量体温 后来没有量 但是很多很多的那个requirement 对不对 你一定要进来要怎样 隔离多少 不能讲话什么 这些东西 所以 那一下子之后呢 教会关了一下子之后 教会应该开 教会 教会很少 只有几十 三十个人 三十多个人 所以全部像家人 然后他又开 我们不能不相聚 牧师不要开 那后来最后他一直要求 还是开 那开了之后呢 弟兄姐妹看到彼此很开心嘛 就在一起面格 讲话 有些人你看你看 这个疫情来 你看你看 口罩没戴 你看你看 这个 后来 因为这些东西来争吵 来控告 甚至到一个地步怀疑他的人格 这样的时候 变成三十年的教会都离开了 我觉得很可惜 一个福音派的教会 教导圣经的教会 但是 在真实的那个试炼来的时候 竟然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想象不到 为什么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们不太理解 为什么 现在的人 把有一些稍微的软弱 看得这么严重 有一些人 这几年来了我们教会 很喜欢我们教会的信息 他们就留下来 后来有一天 他们看到慧君传道上去讲道 为什么有姐妹上来讲道 所以我说也有这样的人 对不对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当得很重 圣经名说不能讲道 那我就叫他们 给他们一群人这样 就是解释 为什么 圣经讲姐妹不能讲道 这个是争议性的 对不对 是姐妹不能带出教义 还是姐妹不能讲道 当然姐妹不能做领导的 对不对 这是不太健康 但是 能不能讲道 带领小主教导主日学 有这样教导性的东西 有一些弟兄姐妹抓这个东西 抓得很紧到一个地步 每一次就是看到姐妹上去讲道 然后看到牧师也让的时候 就不舒服 到一个地步最后怎样 最后离开了 然后那个理由是什么 是不是教会长老还是牧师犯了奸淫 或者偷了钱 不是 因为让姐妹上去讲道 所以我就问了 这个是不是道德堕落的争议的问题 还是一个轻重之分的问题 当然有些太过执着与相对的事 我心里面真的很冷静 我很想跟他们说 如果你们觉得姐妹讲道 就好像犯了十诫命的话 你觉得是这样的话 那你们应该走 你们不会能够在这个教会 这个地方得到解脱的 因为我已经给你解释了 我说你们反对这个东西 但是也同时有一些 从这些教会的人来 他们看到我们身上的恩典 他们听到牧师用圣经的解答的时候 他们释怀 我说牧师说 就像我们二十年在这样的 某某的教会 完全没有姐妹上来 都蒙头的 但是我们能够接受 你所讲的 你所解释的 所以 有时候 人在错误的事上 有执着 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你就要问了 他到底对罪的认识 对不对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然有这样的事情来的时候 我们都很难过 我们也不懂 为什么人的理念本身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知道 有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情乎罪的事情 我们不要只有抓住 有些相对的东西 我们真的要知道 圣经所讨厌 我们不要成为那种基督徒 有圣经神看为恶的 我们看得很轻 然后世界看得很重的 我们就看得很重 我们一定要明白主的心意 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说 牧师感谢主 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 我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是你要知道 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 你还有什么 还有罪性 所以马丁路德说 我们是一人 也同时是罪人 所以那个罪是什么 当然那个罪已经在十字架上 那个代价已经还清了 你已经被饶恕了 不再被定罪 但是在实际每天的信仰生活里面 你还有什么 你还有残余的罪 这句话很重要了 各位懂残余的罪 英文我们叫vestigial sin 那个残余的罪圣经有没有叫我们对付 有 但是 在这个对残余的罪 很多基督徒亲看 哎呀 残余的罪可以吗 一点点残余 我们每次这样觉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这样认为 因为你在圣经里面会看到有一些人物 他们因残余的罪 他们的一生活在很痛苦的光景 各位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有谁啊 我们看到有罗德这样的人 就是义人 但是就是喜爱那个所多玛俄摩拉那边 能够发财 能够做生意 能够什么 但是那个恶人的文化 哎呀 关一只眼睛 各位他的结果我们都知道 他的妻子变成炎主 他的孩子怎样 他的后代怎样 我们都知道 我们看到谁 大卫 大卫犯的那个奸淫的罪 我昨天说了 对不对 你说他是蒙爱的 合神心意的君王 但是这个残余的罪 继续这样 没有被对付到一个地步 连这种 杀害自己的忠诚的那种意念 抢他的妻子 还杀害 谋杀他的那种 然后要向整个以色列说谎 那种非基督徒都很少会做的东西 基督徒都做了 所以这个新生 所以他叫神的仇敌 藐视上帝 刀剑不离开他的家 后来他的孩子也背叛他 孩子也互相产杀 所以他也一段时刻活在很痛苦的光景 还好感谢主 他是一个会悔改的人 各位我们要是要成为一个会悔改 不是就一次悔改 我们的一次的悔改 叫我们成为一个一生会悔改 懂得转向神的人 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跟各位说 这些残余的罪 我们看到世界已经是这样的侵入教会了 世界的文化已经侵入教会 所以信徒对罪的理念已经被世界 已经有种童话了 然后出来另外一个悲剧是什么 就是有什么种 有这种特别不讲罪的传道人出来 他们发明了一种神学叫恩典福音神学 对不对 这个叫hyper grace 你们要小心 我相信槟城有的 有的 学来学去 讲这种道 恩典福音 什么叫恩典福音 只讲恩典不讲罪 这种福音是很危险的 你只讲恩典不讲罪 然后跟罪有关系的 有时候苦难 试炼也少讲 不讲完全恩典 十字架讲不讲 只有讲什么 讲十字架基督在上面死了 成为我的义 我是义人 就这样了 然后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已经复活了 没有讲十字架的死 你没有死这样复活 你们有没有 所以恩典福音 他们其实第一不讲罪 然后讲什么 讲圣灵的能力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要记得 当教会没有把罪的这个教义 罪的那个圣广 罪的那个真实性 讲出来的时候 教会绝对不认识恩典 因为罗马书五章说什么 罪多的地方 恩典跟显大 如果你不懂这个罪的圣广 罪的真实 罪的瑕疵 然后你天天讲恩典 我请问你什么恩典 叫你舒服的恩典 叫你爽快的恩典 叫你心灵感觉到一下子很释放的恩典 各位 那个不是真的圣经的恩典 圣经所讲的恩典是扶持你 帮你走圣洁的路 扶持你 对不对 叫你认识神 追求神的圣洁的恩典 这个恩典来的 恩典的能力是这个的 所以你不懂罪 你绝对不懂恩典的能力 然后你也不懂圣灵 你讲的圣灵是永远是服役你 这个灵是来服役我的 来帮助我 给我特别的经历 特别的感觉 圣灵是来帮助你 走天天舍己悲起十字架的道路 帮助你走圣洁的路 怎么攻克己身叫生服你 帮助你怎么治死身体的恶行 对 圣灵是这个的 如果我们真的讲圣灵的能力 是真的一个基督徒能够过一个圣洁 顺服神的人生 这才是祂的身上我们看得到 圣灵充满祂的名正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这句话不是只有一次这样降下来 然后忽然你好像神智不轻这样 然后讲很多奇怪的话 不是 那是你天天的生活里面 你明白神的旨意 你凡是看的 讲的 做的 有圣灵的智慧在你里面运行着 人家能够看得到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这个时代 不讲罪的时代 其实很严重的带来的整个的后患 所以我跟各位说 我觉得这个时代 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这些恩典福音 因为在恩典福音出来之后 很多很多的 那种很容易的信仰就出来了 恩典福音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let go let god let god do let god do 这种宣告 嘴巴讲的就会得到 对不对 你买了一辆车 你的手天天动那辆车 说让我这个installment free dead free 上帝 in the name of Jesus 然后这样 你的车就还清了 忽然间 这种东西 没有教导你在金钱上要怎么管理 没有教你怎么决志 没有教你怎么忍耐 然后天天就是宣告 各位 这种是什么信仰 我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看过的东西 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很多基督徒 连传统教会的基督徒都是 他们的信仰生活都是在那边宣告 对不对 你跟那个人 我最近身体有问题 有病 心脏也有问题 奉耶稣的名我宣告你健康 现在也没有问你什么病 医生说什么 也没有问你这个东西 先来这个东西 不知道什么 你看了病没有 那医生怎么 然后怎么为你祷告 应该要懂 所以我发现 在这个恩典福音一来之后 神智不清的信徒越来越多 你们明白吗 连一般能够懂得思想 看待事情的那种本能都失去的 反而世界的人很会想 世界的人会 但是你说这个恩典福音的人 他们只有整天这样宣告 但是他们在世界也很厉害 做生意什么也是用头脑的 所以只有信仰是用这种方法 所以你们觉得不就这样奇怪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主帮助我们 怜悯这个时代 让我们真的知道圣经所说的 保罗说 你们要攻克己身 叫圣福 你们得救的人要空俱占经 做成得救的功 不是叫你做来得救 但是得救的功 对不对 神拯救你是要预备你行各样的善事 只有得救的人能够做的那个功 所以你要知道 在那个成圣的过程当中 你要恐惧占经 因为圣洁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 为什么神的名叫圣 圣父 圣子 圣灵 为什么叫圣 因为祂是圣洁的 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 阿们 所以这些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不要请看 今天朱牧师来到槟城 就是要归正这个教会的讲态 所以谁是教会 你们就是教会了 教会不是建筑物 你们是你们所信的 那个基督 教会应该信基督的真理 这个没有回归 基督徒这只是外表的一个名字而已 你们的信念是不是基督和基督的真理而来的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了解 今天我们这个不讲罪的时代的问题 不懂得实践出他的信仰的问题 其实这个时代的问题就是这个了 只要你一顺服神 什么问题都解决的 我们的问题是不顺服 以色列顺服神有哪一个大国能够欺负他 对不对 不顺服 找这个帮助 那个帮助 找各种各样的 然后投靠人 然后跟这个清交结婚来盟约 跟外邦人结婚 就是用这种方法 所罗门就是这样跌倒的 对不对 原主帮助我们 感谢主 我们一起 今天的信息我们好好听 我们翻到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 我们 你们在听牧师讲道的时候 后面有 Ester姐妹她在翻译英文 所以你们会听到她用英文来讲 如果你们需要英文的 要戴上耳机 我们同步翻译 感谢主给她这样的恩赐 其实很少人能够跟我同步翻译 除了慧君传道 我们教会 还有Adrian章老娘以外 还有成吉 没有几个 所以 愿主继续使用我们教会 在中文英文界都继续会影响 我们继续来看 以弗所书第四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 昨天我们开始讲 以弗所书第五章 对不对 然后第四章十七节 其实是开始 这边讲到一个人的信仰成圣的过程 第四章 所以我说 且在主理切实地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 纯虚妄的行事 他们心地暗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 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 各位有没有注意这句话 无知跟心理刚硬是在一起的 我们以为无知是笨蛋 傻瓜什么都不懂 对不对 No 圣经讲无知是指一种道德的堕落 Moral fallenness 所以是一种刚硬来的 你以为他不懂 我也不愿意懂 也不想懂 这个不信来的 你们了解吗 所以他一听到神的真理的时候 他里面有一种抵挡的 那种刚硬 所以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人 所以保罗在劝勉他们 他们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 良心既然上尽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误会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怎样 我可以说完全没有知觉的 到一个地步 能将不正常的觉得是正常的 神所讲的罪已经没有感觉了 所以良心丧尽 所以连那种自然的本能 神给人虽然堕落 有一种自然的本能 有一些东西是错的 你杀人是不对的 对不对 有一些好像同性的行为 这是逆性 好像不正常的 但是已经不觉得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第二十节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注意听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徒要听他的道 学他的真理 所以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不教导他 他怎么懂 你就叫他来教会 听个人见证 从来没有学他的道 听他的真理 他怎么懂 所以教会不教导 所以一个基督徒 他永远是一个属灵的婴孩 连牧师不教导的时候 你慢慢有发现 圣经的话是这样的 一个不喜欢翻开圣经 教导的牧者 牧师 慢慢 他会失去那个属灵的知识的 虽然他读过神学 有些牧师他很怕讲道的 你叫我做行政 我可以 叫他讲道我不可以 真的不懂怎么讲 因为那个属灵的感觉 感知已经失去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道是要一直讲的 我这一两个礼拜 如果不讲道 忽然间上台很别扭 不懂要讲什么 好像那种感觉 好像跟这个会众连不上 跟上面连不上 跟下面也连不上 那种感觉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传道人就是要讲道 不是一传就道 你讲一传就道 那个传道人很痛苦了 我永远是要做众人的奴隶 像这样 不是 你们对传道人的一个要求 你要好好讲道 给他时间预备讲道 你叫他什么都做 杂物全部都做 琐碎全部都做 你不要想你的传道人能够讲什么好的道 阿们 但是现在 传道人是什么要做 等一下讲道讲不好 也生气他 所以你看 谁要做传道人 所以那个传道人的数字就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了 在银行做banker都好 对不对 在做公司里做行政人员还好 在教会里面做传道念 所以这样了 这个时代 我跟你们说 你们这个时代如果年轻的一代起来 就要去做生意 基督徒 连做传道的心都没有 没有这个志向 教会都看不到这样的人 这个时代就完蛋了 真的是完蛋了 没有了 下一代没有了 第21节 再讲一遍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什么 下面那个举动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心 并且穿上新人 脱去穿上的 有一个举动 好像穿衣服脱衣服的那个举动 但是其实是心灵里面 要穿上新人 24节 这新人一起读 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感谢主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看到 旧人 一个基督徒 从旧人 什么 变为新人 各位 记住 基督教信仰 讲的是变化 transformation 旧的性情 转为新的性情 所以以前的那种意念 变了 生出新的 要顺服神的意念 以前追世界的那种意念 变了 变了 转为 要追求天上的事的意念 性情改变 各位 不是修炼 变化跟修炼是不一样的 不是改造 新造 明白吗 New Christian 对不对 所以 我们不要做基督徒的时候 好像改一点改一点这样 那种 其实后来你发现 你里面都还没有变的时候 所以你发现有一些东西改不到的 改不到的 因为只有圣灵的工作 能够叫旧的变性的 那你说基督徒还会不会有坏习惯 哎呦 但是现在这个坏习惯 做的时候良心愧疚 基督徒有没有抽烟 有啦 抽烟能不能上天堂 可以 但是上得更快 所以我跟各位说 抽烟 以前我的弟兄姐妹 有一些来我们教会 抽烟牧师跟他讲话 这样讲 有一天 偷偷抽 牧师中来了 牧师好 我说快点借 快点借 所以我们这位在做录制的这位人兄 他就是已经这样的 喝酒抽烟 所以 所以一个一个借 一个一个借 但是他也很诚实 他说有些东西很难借很难借 到一个地步 真的圣灵的时间到了 释放他 他就借 但是这个见证很真实 对不对 不好受 每次又落入那种光景 有一次想偷偷叫一个啤酒 在咖啡店 在这个地方靠近我家 应该不会见到牧师了 忽然间有人叫他 是我们执事的母亲 你好 喝酒马上被抓 所以被圣灵带领的人是这样 旧人已经被变成新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变化的东西 所以你们先明白 这个变化的生命 那么 现在这个变化里面 新人一定有新性情 所以一直在做不对的东西的时候 违背圣经的东西 心里没有平安 但是 有些人说 为什么这么辛苦 各位是不是 为什么这么辛苦 各位辛苦 我先讲是蒙恩的 因为这证明在你里面的圣灵 这是与你的罪性征战 所以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征战的 所以辛苦 那个交战 但是我们不单单只有懂 圣灵为我 其实不但是这个 神有赐下在这个 天天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的事情上的一个庙 一个怎么靠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的奥秘 全部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跟各位说 为什么辛苦 不从真理 不从神的道开始 所以我刚才讲了 你们如果听了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 他来教会 可能不道会 还是人领他信主 重生信主 你没有教导他神的话 请问他去哪里得到能力 得到指标 来抵挡仇敌撒但 他活着的世界 还有他的肉体 的私欲 哪里有 所以一切要从这个真理 真道开始 你越懂这个真道 你就恨恶罪 那种意念 那种心就继续生出来 恨恶 原来这么危险 原来这么害我 所以你一定要教导的 没有教导的真理的教会 没有翻开圣经 给信徒真的教导 什么是罪 什么是神 什么认识 神认识 没有教导这些东西的 你自动会发现 他是完全靠这个意志力 他的人的意志力 绝对不能胜过 他信主前二十年三十年 那种已经在地上 那种体质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的人他就一直哀恨 然后就被管教 所以其实是因为他没有被教导 然后教会不教导这个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危机 我昨天说很多山羊进来 对不对 山羊是也喜欢社交的 朋友什么 或者有些人来这个地方教会好 可以卖我的产品 MLM来了 你有没有 传销这些东西 来 交一个朋友 卖一些洗脸 好啊 姐妹 你们的脸需要用这个 护肤 很好 然后变成话题都是讲这些东西 其实我最讨厌这些东西 我说你们要你们在教会外面 教会这么宝贵的时间 我们不讲这些东西 而且这是一种风气 你会造成一种风气 所以教会里面讲了道之后 这个道叫人的心意被夺回 降服于基督的 是这个 然后下面的关系 从这个道建立的 没有的话 山羊进来一定会带来这种 不信的那种文化 就影响教会 所以他自动被试探 真的啊 这样会赚钱啊 OK 买虚拟货币 其实很多教会会有都是 是因为人买虚拟货币 进来然后叫他买 全部一起买这个东西的 你看 你不讲真理的话 我是跟各位说 太危险了 所以你会发现 绵羊 山羊是很开心 绵羊是很痛苦 第二 圣经说什么 你们从前行为的旧人 现在已经是新人 所以要穿上新人 对不对 你们从前是这样 旧的 现在已经是新的 对不对 这个旧人跑到哪里 各位 并不是一个人里面有两个人 圣经讲旧人 新人是讲什么 性情 to inclination to disposition 你们听懂 英文是这样讲 是性情的东西 所以 你们重生之后 新人重生 把旧人天天盯在十架上 你们了解吗 但是这个旧人 很厉害的 盯了他 没有马上死 等一下 一直要下来 你们了解吗 盯在十架上 不是马上死 但是他被折磨了 所以这个旧人 是一直要跟这个新人争战 我曾经讲过 好像一部车子 旧人是一直要跑到那个 driver seat 要跑 所以 这种 要支配你的人生 支配你的决定 生活的那种旧性情 所以你一被生气 你一生气的时候 你的脾气 你懂的 这是好像我还没有信主前 那种的 那种样子 对不对 小气 受伤的时候 你的反应 其实这种是旧人的那种样子 你会懂的 我们人要懂自己 我们懂圣经 懂圣经是懂上帝 也懂自己 对不对 旧的性情又来了 所以 那你以前 圣经说 你以前是那个旧人 现在是新人 所以这个讲什么 这个讲的是 你一定要确认 你的新身份 各位 你的新身份 各位 你们在软弱的时候 忙碌的时候 烦躁的时候 你们很少确认 很少确认 很少确认 忙的时候 就看事情 看问题 我跟各位说 圣经说 你们要得时不得时传道 Amen 你们有没有传道 向谁传 先向自己传 Amen 你们要先向自己传 你们知道吗 很多基督徒 只有懂跟人传道 没有跟自己传道 没有跟自己传道 自己 新的生命 主所爱的 这个东西 是没有跟自己传的 你早上起来 如果你没有跟自己传 我是主所爱的 我是新造的人 主啊 我喜爱你的圣经 这个 你没有在神面前确认 也向自己传 你自动 就会听到魔鬼跟你讲话 这世界的新闻 人的是与非 什么讲的这些东西 很繁杂的东西就会来 这都是世界来的 对不对 世界的王跟你讲的 你们了解吗 有时候我软弱的时候 有时候你知道 牧师也软弱 有时候脾气不好 有时候 教会有问题 家里也是 很多的事的时候 我是祷告的时候 我是第一句话 主啊 我知道了 我是你爱的 你所爱的 主你也知道 我喜爱你的圣经 求你怜悯我 各位你看 其实我一开始祷告的时候 我不应我刚刚的软弱来受影响 我马上按着神的道 确认我的心忍 我的心性情 我是主所爱的 我是喜爱主的圣经 所以我现在才会这么痛苦 对不对 所以我软弱了才会这么痛苦 对不对 你们了解吗 这个是你要向自己传的 没有人会跟你传的 你们明白吗 所以你还没有向别人传道之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懂得向自己传道 因为保罗是说 你们从前进的旧人 现在已经是新人 对不对 这句话很重要 所以学真理有很多种 有些人有真理 但是忘记这个很重要的根基 所以你忘记这个根基的时候 你很容易跟人在一起的时候被控告 因为人的话 我跟你讲 90%是讲你不好的 只有10%讲你OK啦 还可以 但是90% 你跟他这样 你不对了 你那个什么了 你做这个不好 这些话 各位 你听几句就depress了 你们知道吗 我们姐妹们也是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家里忙的时候 做家务 人家来 为什么你这样做 为什么那个饭你这样煮 气了 马上 对不对 这种就是是非的 这种就是 一下子你忘了 原来圣洁的主跟你圣洁的生命在一起 所以他跟你心烦意乱的时候 人的这些有点是非的话 批评的话 你听得很重 我跟你说 这个如果没有的话 我做牧师就变精神病人 因为会有很难的 有些人讲 我讲道讲道半死 牧师 你的道我讲的不好 没有圣经这边给我解释 那个什么解释 我说你要什么 你要耶稣来跟你讲道 那个东西 我只有这样 我恩膏不够 就是这样 但是连这样的气也 的确 我不是神 我真的是人 所以有时候 因为会有会讲很多 因为他们以为你是 牧师就是铁金刚 所以什么放火箭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也是 其实是靠着我们跟主之间的 常常这样的确认 才可以的 第三很重要 圣经说 有一个信仰生活的重要的 也是最关键的举动 信仰的成圣道路 最关键的一个举动 什么举动 你要什么 有一个脱去 还有什么 穿上 脱去什么 救人 穿上的信仰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动作 脱跟穿的 这个动作很重要的 所以你们圣经 你们如果有圣经 你们翻到以弗所 如果没有 我快快给你们读 第四章那个地方 其实在这个地方脱去什么 二十五节你们要弃绝谎言 对不对 脱去谎言 然后彼此说诚实话 穿上实话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你们偷的 以前偷的 不要再偷 脱去 偷的 下面 你要穿上什么 还要劳力做正经事 不但有余也能够分给人 所以穿上这个 不要再讲污秽的言语 一句也不出 脱去 这个 然后讲什么 造就人的好话 有没有发现 各位 在每一个信仰的成圣动作里面 你一定有脱去那个旧的 然后你一定要穿上新的 因为你不穿上新的 你在中间 你没有办法的 人不可能 我不要靠这个 我怎么能够活 对不对 你不要gossip 不要gossip 你要讲什么 你要造就人的话 要讲 你要讲能够有恩典的话 有言调和的话 对不对 有这样的话 你要学讲 有些人只会讲批评的话 不会讲称赞人 肯定人的话 这些都是 各位 脱去穿上的很重要的功夫 脱去什么 苦毒 穿上怜悯 脱去恼怒 对不对 也穿上温柔 这些都是以福所书 四章五章那边的话 这个脱去跟穿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现在讲的这些 我请大家注意听 这个信仰举动 就是我们所讲的 实践信仰 实践信仰 对不对 刚刚我说 一个不讲罪的时代 同时你会发现 他们不讲实践信仰 他们讲什么 宣告 他们讲什么 我们祷告 各位 有人来找一个牧师 牧师 我这个很痛苦 我这个淫乱 我这个跟我的 这个女同事不尊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求主释放 牧师 我一直讨厌这个弟兄 很度计 我们祷告 祷告 我告诉你 我们大家一起为你祷告 然后你 let go and let go 然后你就会经历一个 释放医治的那种感觉 神拿走你的妒忌 拿走你的苦毒 拿走 哇 容易不容易 太容易了 现在的信仰 基督信仰是不用做东西的 只有来 把你的头伸出来 给几个牧师来给你按手祷告 然后你就 释放的感觉 let go 各位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圣经应该这样说 如果你们从前偷窃的 你们不要担心 你们来到神面前 祷告 然后交托给神 let go and let go 然后有一天你就会得到一个很释放的感觉 就不会想偷别人的东西了 就会 圣经是不是这样讲 你们不要再偷了 对不对 误会的言语一句也不可讲 对 有没有 圣经有没有这样讲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信仰是变成这个样子 原来是你重生是因为神的工作 你们死在过犯之中 祂叫你活过来 但是成圣 是神跟人协同的工作 神把祂的道给你 然后叫你顺服的 你们已经 以弗所书 说什么 你们得救本乎恩 应这信 对不对 完全是恩典 但是最后 叫你们成为神的workmanship 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们已经成为神的器皿 神的workmanship 所以你要work 你要该做的要做 所以你自己应该做的 你不要叫神来帮你做 你自己应该做的 要脱去 要穿上的 你要这样做 不应该看的 不要看 该要看的 你要看 那你来 不该看的 天天看 神啊 我let go 你来帮我 释放我 哪有这回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夹道来的 这些都是恩典福音造出来的那些东西 我跟各位说 你应该做的 你不要叫神帮你做 你不能做的 神已经来做了 就是重生你的生命 现在 神把祂的真理赐给你 把圣灵赐给你 要你怎么依靠圣灵 靠着圣灵 制使身体的恶行 那个动作你不可以逃避 no shortcut 不能走捷径的 很多人是很怕听这种道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少听真理 连真理讲什么都不懂 很少确认自己的身份 然后也更少听过要脱去穿上 要征战的 没有听过 所以他们什么东西都是 一直留在心灵的痛苦 求你们来为我祷告 然后这样 所以教会就发明了很多这种释放医治特会 都是在这种祷告啦 哭啦 释放啦 这些 全部在这个里面乱七八糟 其实头脑不清晰 曾经有一个姐妹 他有一种恐慌 什么恐慌 就是对打雷 下雨这个有恐慌 因为他曾经小之后 哇 就是被这个吓到 父母不在家 哇 然后就会吓到 他长大有这种恐慌 所以呢 后来 这个恐慌一直留在 越来越严重 留在他的生命里面 22年 22年 这个影响了他 不但他去教会 也跟家人的很多的关系 所以他是可以去教会 出去 看到乌云满天 哎呀 我还是回家 因为等下要打雷下雨 所以 那个恐慌症到这个地步 所以他就去找一个牧师 他来到牧师面 那个牧师说 第一个问他 你有没有为这个东西祷告 有啊 牧师 不但是一两年 这二十多年我都在祷告 要请很多牧师给我祷告 我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 越来越严重 牧师听一听一听 他很多释放医治的方法都用过了 后来那个牧师觉得不对劲 你的问题就是 你只有祷告 所以我奉主耶稣基督民告诉你 不准再为这个东西祷告 我奉圣经的话来告诉你 奉主的名告诉你 今天 你要开始想 为什么你打雷下雨的时候不能出门 想 牧师这样讲 你想想 为什么一般的人都能去教会 下着大雨也去 你不能去 你想想 为什么一般打雷下雨的时候 人能够跟家人在一起去餐馆吃饭 这么开心 你都不能去 连一步都走不住 这样 有没有人想一想 在打雷下雨的时候他们被劈死 有没有 想这个东西 想了之后 想清楚之后 然后你也想 原来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暗示 这是事实还是真实 还是暗示 这是事实还是暗示 想这个东西 think and apply the truth 应该去的教会要去 应该出的门要出 就跟他讲这个东西 你们了解吗 这个牧师真的是凭真理说话 因为我跟你们说 魔鬼他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 他厉害的 他也知道有一些人 让他们进入那种很激情的祷告的时候 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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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 你们明白吗 不想不去想 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告诉我 要怎样apply这个情况 怎么判断 怎么查验这个情况 不想 祷告 祷告求主帮助 求主释放我 所以你们明白吗 所以撒但也知道 这种信仰活动 能够叫一个人陶醉在里面 然后慢慢离开真理 也可能的 所以祷告到不想的心 用祷告来麻醉自己的理性 那种教导 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圣性 因为你想的时候很挣扎 对不对 你祷告交错的时候就是不要去想他 所以你烦的时候你每次跟自己说不要想他 有没有 一样嘛 祷告交错 不要想他 你为你的孩子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想 为什么你讲的话孩子每次不听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你没有想你就一直祷告 所以祷告了十年 他不但不改变 越来越讨厌你 你一讲话他就关门 你没有想过 原来你在惹他的气 原来你在教导的时候 你就说可以不可以 你没有跟他解释 有时候你只有骂 没有就是有恩典 爱他 鼓励他 你从来没有给他有希望的眼神 没有这个东西 其实你好好去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孩子圣经告诉我们 要怎么养育 怎么教导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没有想这个东西 就整天祷告 牧师我孩子有问题 想这个 甚至你的孩子在叛逆期的时候 你要好好去想的 因为很多的孩子在这个阶段 他们慢慢从一个又嫩的人 变成大人的时候 他们的心是开始熟 但是他们的脑还没有熟 你们懂这句话吗 心开始熟了 懂什么异性 赚钱 成功 但是那个脑还没有想清楚 这异性是这样随便教的吗 钱这样随便赚来就用的吗 这个还没有成熟 对不对 这个当而你要按着主的教训教导他 他不听 牧师 你装进去 把那些教导 那些劝勉装进去 但是不要凶他 有时候他已经十六 十七 你凶他没有用的 孩子啊 你要知道 这样子 懂了 懂了 他讲懂了 懂了 但是你跟他保持关系 但是该讲的讲 但是这些留在里面 有一天十八岁 十九岁 他就成熟起来 这些你所讲过的 全部他就明白 他心能够感觉 头脑也理解 那时候你就感谢主了 你的孩子的价值理念 道德理念 全部和他慢慢能够活出来 就是因为你那两三年 他长大的那个青春期 你按着主的教导 来教导他 所以你们有没有 读了圣经有没有这样想 如果没有这样想的话 就是圣经是一个 生活是另一个 所以当然行不通了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实践性 脱去穿上的驱动 我没有办法用每一个例子 婚姻有问题的也是好好想 有些人说 牧师 你这样讲 你的太太会顺服你 我这样讲 我的太太不是顺服我 是凶我 那你就要去想 因为就是你认识你的太太 你要怎么带领 带领是一个原则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苦待她 但是你也要带领 不是完全依她 你要想 在她的个性 她的伤害里面 我要怎么跟她讲 什么时候讲 让她怎么理解 这就是一个带领者 她有study 对不对 她带领的时候 她真的好好地读 她的妻子 然后怎么带领她 这一点就是有想过 透过真理来想 想 我特别写 然后实践 神的话是要想的 神的话是 你读了之后 你要什么 查验何为上帝 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对不对 有存全可喜悦的 善良 存全可喜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怎样做 怎样讲 怎样应付是最好的 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有想的 不是麻醉自己的理性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 托去救人串 所以这些都是跟什么 做智慧人有关的 对不对 所以这次的主题就讲 不要做愚昧人 要做智慧人 每个信息都是在 供这个主题 对不对 解答这个主题 那么 最后 应该结束了 我们应该 在整个属灵的征战里面 尤其穿上脱去的这个事情上 我给各位几个很重要的经文 以福所书 五章十一节 安昧无意的是 不要与人同行 这句话翻译的不好 我读英文给你们听 有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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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所以 安昧无意的是 不要与人同行 他讲得很好听 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些人 他们都是很淫乱的 很贪心的 或者他们讲的话 常常给你暗示 讲的就是 没有听他讲话 还可以 一听他讲 就开始讨厌旁边的人 你们明白这句话吗 因为他的话 很厉害给你暗示 所以这样的人 你不要跟他靠近 太靠近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好 所以 有没有关系 然后 这里说什么 罗马书 十三章十四节 你们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食欲 为肉体安排放纵 所以我们人 有这个救人 这个肉体 不要为这个来设想 怎样 其实我们人 最厉害为肉体安排 我跟各位说 这个眼睛很重要 这个眼睛 人接触这个世界 科学家也说 70%是用眼见 Eye sight 对不对 15%是用听觉 然后剩余的就是 嗅觉 口觉 对不对 其实人受试探 是因为看 我跟你们说 如果那些整天 被这些股票影响的人 你们报纸一翻到那个地方 快点丢掉 还是看了不要看 这些东西 你一看 色情的东西 你无论 你无论怎样 功课几次 没有用的 你不要为肉体安排 在看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然后 罗马书 八章十三节 你们靠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 有一个字 我要特别给各位 致死 英文字 原文是用这个字 multify multify 这个multify 致死 put to death 英文是直接 有些翻译这样 这个人肉体怎么致死 死不了 所以有些牧师解经的时候 对肉体 人的救人来讲 你要multify 致死他 你不要用他 你不要好像muscle 你不要用他 他就不会强壮了 对不对 你一直用 所以你嘴巴 喜欢讲是非的 一直讲 越讲越爽 对不对 你讲到一个地步 好听的东西 不喜欢讲 称赞人的话 讲人的是非 因为很爽 因为讲到人很低 然后你就感觉很高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 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里面有一个巨人 叫做旧人 他一直在得到力量 他的muscle越来越强 所以过后你发现 你不讲会死 有些人不讲会死 真的是这样 对不对 你们知道吗 因为你一直没有自私 你一直在用它 用一些缴合的方法来做生意 处事待人 用骗话 已经习惯了 现在叫你用诚实话 那是什么 很难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是以前做房产 property 用很多的方法赚大钱 有时候贿赂人 然后叫人跟他买 有时候 发展商讲 这个建筑物卖不出 不要紧 你们经纪人卖的话 我给你们5% 4% 其他的1% 他就要去想 用很多骗话 跟那些买家 这个建筑物很好的 会怎样怎样 这个东西 然后那些赚很少的 他就不要买 赚很多的 其实是人不要买的 他就讲很多 他说善意的谎言 我说哪里善意的谎言 这个根本没有善意 所以他就已经习惯了 后来他得到了一些癌症 神怜悯他 后来很年轻 后来他就好起来的时候 在他很痛苦当中 听到我们教会的信息 然后这一两年 今年才过来 上个礼拜他就做见证 他讲到他以前做的这么离谱 赚了这么多钱 然后现在 他说我没有办法 牧师我没有办法再去做这个 property 我一进去 我一听到人家讲的都是骗话 我受不了 所以我去叫他 grab 我几千块可以了 我这样生活可以了 我说 你有孩子 两个孩子 妻子 你嫁 grab 一生 你三十多岁 你这样嫁下去你的身体坏了 也不可以这样吧 我这样说 因为 grab 是你用劳力来赚钱的 你三十多岁的人 你要用头脑吗 上帝给我们 所以他说 那我还能做这个 property吗 房地产 我说可以 但是现在第一 第一 你要知道 你以前所做的 你不能再这样做了 第二 你以前赚的钱 你要prepare 预备心 你不会赚这样 开始不会赚这样多的 你要跟自己 可能比你以前赚的 十倍二十倍少 也可能的 但是 你可以卖 property 你一定要诚实的心 好像我一诚实 没有人买了 没有人买了 我说有啊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 property agent 有几个 他们连礼拜天都不做来教会 他们还是可以生活 但是他们做 property的时候 他们知道 这个是好的不好的 两个都讲 就是给人讲清楚 可是那些人贿赂的这些东西 你不要做 但是如果人跟你买的话 你可以说你在装修这个地方 帮助他们 祝福他们一下 这个厨衣柜或者几个门 你帮他们做 当做是一种marketing strategy 但是不要用贿赂的方法 你要跨出你的底线 他听了 这些东西没有听过 但是好像听起来好像不容易 我说因为你一来没有用过这个方法 我说有很诚实的 property agent 他们做的时候 顾客一直来找他们 word of mouth 就是跟自己的亲友 要买房子 买卖房子都找他 对不对 因为他靠谱 可靠 对不对 人就会慢慢来 但是这个是慢慢来 开始的时候 你发现你赚不到 你以前赚到的那些钱 我说你要从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每一宗生意你要祷告 要讲什么 然后这样过关 你接了一宗生意 哈利路亚感谢主 主啊我是无愧的良心 来做成这个生意的 你这样一宗一宗生意结论 然后你的心情就建立起来 你就懂心人是怎么建立的 钱你很快这样赚 你就很快花 你好辛苦才赚到那一年钱你懂得收 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谁教我们的 不是主牧师 是圣经教我们的 如果我们俗读圣经的话 其实这些道理已经都在圣经里面 愿主祝福大家 然后最后 再给一个经文 灵前九章二十七节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样 保罗说 我功克己身 叫身福 各位这个字很重要 功克己身 其实你要持你的身体 扶你 是跟什么 你的节制的心有关系的 对不对 很多人 这个节制的心 没有 看到喜欢就要得 就要马上得到 不开心 马上就要讲 不能等 年轻人 我们教会年轻人 十多岁的 忽然间看到彼此异性的时候 有被吸引 我说十多岁 你们有想过吗 你们还要读书 大学 毕业做工 九年十年才结婚 你一这样谈恋爱的话 你怎样 但是你眼睛是看上 但是你能够勒住你的心 勒住你的人 不要太过度靠近的接触 各位这样的人 这样的年轻人 长大 结果你会发现 他跟一半年轻人不一样 现在的人是一看到 马上就要得 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的 我们懂什么叫忍耐 有了金钱加上忍耐 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加上忍耐 节制和忍耐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人有一些的渴望 desire 好像年轻人愿意要出道做工能够成功 对不对 马上能够事业成功 但是事业成功是愿意 但是很难马上的 你要按部就班 所以这些渴望 你愿意要成功 愿意想要结婚 想要生孩子 这些是正常的渴望 但是如果你不按着神所定的时间 然后不忍耐 你就变成一种欲望 对不对 所以你一步一步做 工作慢慢的 按部就班 很诚实的做 赚到钱 然后有知名度 人慢慢认识你 你又有专门化 那时候你才成功 就是按部就班的这样做的时候 你看到最后神祝福你们 所以我的施工也是这样 我一直说教会人说 不会成长这样快的 各位 我们一步一步走的 你看 我们昨天这个地方全部坐满 对不对 今天才不到一半的人过来 所以我跟各位说 你要维持这样的聚会 那不容易的 对不对 因为好奇的人很多 但是追求真理 这要以真理为中心 然后把真理当作一个宝贝 然后变卖一切来买的 其实到最后你发现不多 但是神叫我们做施工的时候 先得到这些宝贝 你先得到这些了 之后你会发现 后来的人看到了这个证据 跟从主的 所以一定有后面来的人 但是在后面来的人之前有先来的人 那个先来的人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两个堂会的这个和平 我已经 牧师已经跟你们谈了 对不对 你们会明白 你们就是先来的人 你们能够经过各种的摩擦 很多的挣扎 这个当中适应 然后能够合在一起 我跟各位说 你们就是又过一个关头了 就是由一个旧人的地方脱去 又穿上一个新人 然后下面教会才继续会发展 人来的时候 你们的相爱是有根基的 不是一种感觉来报一下就好 报完了就分散了 不是有根基的这种相爱 都是从真理建立起来的 愿主帮助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